其實我當時是很期待那個奧騰的 聽我講的什麼呢 我和你的同學會一起投資 你是那些加密貨幣自付的 都算是 那次要省多少錢 由七位數 嘩 知識出色舒適超級 Hello各位團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Terry游學團 話說DSE已經開校了 很多同學很快就會放榜 然後就會升到不同的學校 而作為國內人 我們都知道中學生活和大學生活很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 幫各位同學探定腦 了解一下大學的文化 而今天這條片 其實是恆大數學統計及保險學 是贊助我們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香港 恆生大學的campus那裡 來到恆大 我們當然要找這裡的校花 厲害了 你別亂說 因為我知道你今年才剛畢業過 是呀是呀 這個就是的 這個真的 我想問恆大是否真的特別多美女 那些女生會比較適合打扮 而且她們會化小妝上上學 哦 即是你那時候也是這樣的 呃 少少啦 我還不想化粗那麼美 哈哈 這個中數最多女生在哪個位置呢 餐廳 那行了 我們走著說 好 你以前在恆大是否真的有多人追的 我覺得應該有的 其實真的沒有人追過 為什麼呢 真的沒有 為什麼呢 我們那時候很多都是Online Cast 是 所以 可能小機會看到真人 太可惜了 這裏就是我剛才說的AQ AQ 但這些東西有沒有吃 它是吃Cafe那些 可能Sandwich 然後一些早餐 或者一些意粉 好 那些 MQ是吃雙送飯那些 醉飯 醉飯 對 對 那些食物好吃嗎 那些食物好吃嗎 喂 你好 團馬開通真滴粉 請我幫你們宣傳 你們不是介紹那些食物 我說那些食物好吃 多謝你 多謝你 這個要剪掉 為什麼要這樣傷害我 是誰 為什麼要這樣傷害我 我們來到MQ 先放個飯 先放學生 我來了MQ一段 還挺肯定 以前你一定是效果 你沒有拿款 啊 對 這個就是叉燒有幾個奶粉 剛才師傅跟我說 他斬了個腿給我 有個傳聞就是美女 你叫燒味就給我腿給你 所以以後拿燒味都給我 就是你幫我買 有沒有看到以前認識的朋友 沒有 不過我看到有美女 不是買奶粉那個嗎 不是不是 有個師傅切給他 這個 其實飯的味道都是那些 都是泡泡通通的餐廳頓飯 但我依然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吃的不是飯 是青春啊 講起大學文化 除了拍獨 兼著相片之外 作為Freshman 第一樣接觸到的一定的O Cam 今時今日的形身形 當然是多夜玩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你爺爺媽媽那個年代的O Cam 是點的呢 根據港式多市的資料 原來1950年的O Cam 規模是很小的 就不像今天玩三日兩夜 只是由三點玩到九點的Day Cam 分分鐘你未記得隔離那個叫什麼名 就已經拜拜走人 而那時候玩的都很有年代感 女生就唱下粵曲 男生就會跳下肚風舞 真的跟現在公園的公公婆婆差不多 還有大家都穿得是是正正的 打曬太穿西褲 感覺就好像大家下班 被老闆逼參加那些team building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轉變 大學的形身文化已經越來越扯 至香港世界各地的大學其實都是這樣的 扯的程度甚至是我們難以想像 例如美國的兄弟會 姐妹會 入會的freshman要經過一個學期 完成一些指定任務的考核才可以正式加入 這些任務就譬如有要瘋狂做一千下push up 一日飲一大支烈酒 天堂地凍在學校裸跑 所以經常都會有新聞說搞出人命 上兩年俄開俄州的州立大學就有freshman被迫在30分鐘 喝750ml的rum酒 搞到急性酒精中毒 而除了美國 大國也有一個叫SOTUS的形身文化 就是強調freshman要絕對服從師兄師姐的命令 譬如要用辣椒擦牙給人扔入垃圾桶 所以原來不是香港人特別搶 而是大學生這種生物特別搶 和聲 是 我們等下我決定要聊一下隔壁的男生 看看他們覺得最漂亮的恆大女生在哪 但我覺得你問這一回事 他們可能不知道那些不阻業的學生是怎樣 問一下他最漂亮的校友在哪 那些人就說恆大好像特別多漂亮 你覺得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有人認同 我那一屆有個妝花 是嗎? 開一個IG看看可以嗎? 一定就給你 我們剛剛在旁邊就覺得你好像中禮提起打工 是嗎? 好似的 真的好似的 你剛才在我面前經過我就覺得很似的 有人說大學不見事 拍到兼照 早齊了嗎? 早齊 早齊的 OK 我是大學拍拖 但是我分了一個手 我是大學拍拖 大學拍拖 你覺得容易出拖 我可以拍拖 對了 這個真是帥 進來主要是讀書 我想提升我的可能性 真的特別 因為大家的圈子 性格 喜歡東西其實差不多 其實我當時是很期待過Ocamp 有人聽過 聽過什麼呢? 聽過很好玩 Ocamp有什麼好玩? 對 給我一些目標 可能我自己完Ocamp之後 就是一定要追過做媽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我聽過好像特別 就是這樣說 人去拍的 你聽過那些傳聞是不是這樣? 本來我也想是 結果沒有了 可能我玩的那些是很正氣 其實都很正氣 然後又有些東西會帶給你拿走 嘩!很正氣 很正氣 我發覺全香港最正氣的地方就是恆大 我問所有人 所有人都正氣 沒有的 那你和你以前想像的大學生活 有沒有什麼出陰呢? 有想像過的 自由一點 多了時間 做其他事情 上了大學就不用讀書了 我眼睛都不熟 不是的 我講自己的中學 試過做過三個小時 我剛才跟他說 他不相信我 我覺得最主要是眼界開了 就是比起中學 來來去都是那些人 但是去到大學 你可以選擇你的生活方式 可以選擇你認識哪些人 我和你的同學會一起投資 是 你是那些加密貨幣自負那些 都算是 那次賺多少錢 賺的都有成為數 嘩! 都是一句 你大學認識哪些人 都決定了你 可能這五年 或者十年 去到那個高度 那我想問 恆大其實有沒有什麼偷情性地 我沒有試過偷情 不過我覺得有些位置都挺隱蔽 因為我們Dbill那邊 上面有一些很漂亮的草叢 會有人有空去那一頭 那你就可以在那裡 移會了 有經驗嗎? 沒有 我等一下要看看 你見不見到那個位置很隱蔽 各位平地 我們大家去這個平台那裡 有些草叢位 沒有什麼人會見到你們去做什麼 OK 我好奇 為什麼你會知道那個位置很隱蔽 因為在學校傳聞 學校傳聞 每個人都知道那個位置 是大家拍拖成的 每個人都知道 那算不算隱蔽 你吃多了 真的 那些同學在那裡說 有時候會見到一些拍拖的人 在那裡懶懶那些 來到了 對 就是這個 你看到那個位置 真的不會被人看到 會不會今天出了之後 大家都沒來這裡偷情 我捉到了 有批人在 當然沒有 我想要馬上坐過去補位 看不見到 你以為這裡已經是盡頭了 是嗎? 但其實不是的 就是這裡 你看到嗎? 不會有人發現 這個位置 大家近一點 來來來來 我們要說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是 不是想學Dixon 你這樣跟我們表達一下嗎? 差不多了 其實今天最主要就是恆大 找我們來 是想介紹兩科給大家認識一下 第一科就是AIN 精算及保險 同學可以學到一些 投資財務 數據分析相關的精算知識 那讀完這科 是不是都會做保險呢? 其實都不一定 根據學校的資料 畢業的同學 其實是可以做 精算 投資和風險管理等等的相關職業 另外還有一科就是 DSBI 就是全港首創的數據分析和商業智能科 同學可以學到 如何將商業和數據結合 那你讀完這科 是不是又要做金融、會計的 其實不止 譬如IT、數碼、行銷、零售、美容 很多行業都需要數據分析 而且不止DXC的考生可以報讀這兩科 就連阿蘇 和蟹蝶畢畢業的學生都可以報讀 還有機會有SSSDP的資助 最高一年可以獲得 最後想問問你 你覺得讀完大學這麼辛苦 其實值不值得呢 我覺得是值得的 雖然當時做的項目 運輸都找到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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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不過我覺得 因為你將來找工作 始終多了學歷 好像多了入場券 因為我是由HID播出 那時候我打算找一份Marketing的工作 誰知道他說要HID畢業 那我就讀HID畢業 讀HID畢業之後 他說要DV畢業 那我就又讀DV 他是不想讓你做的 每次你去見工 他就提供的項目 是 遲些可能要Master 是 但是我覺得 雖然是辛苦 不過我也是四年而已 快點搶過去就可以 所以你剛剛說得對 我覺得讀書就是 給你自己多一張入場券 嗯 多個選擇 讀不到有時候也沒辦法 是 最重要的是 有什麼眼前的就盡力做好 譬如如果考DXC的朋友 就不用想太多了 就考好一個試 對嗎 之後的其他選擇 就在之後才想 所以 如果你真的考DXC的朋友 不要再看YouTube 最後 祝各位考DXC的團友 考試順理 馬刀功成 好 加油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